第五百四十一集 而此刻的叶晨艰难的睁开眼睛 他第一反应便是身上的痛楚 那一击几乎是极限了 不过好在他发现自己身上有着浓重的突破之一 恐怕今日之后他就一举跨入圣王境了 只是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资格动弹 甚至连手都举不起来 他剧烈地喘息着 这才注意到身旁的小黄 小黄周身被红光包围 身躯伴随着红光的扩散而变大 现在已经足足一米之高 并且还没有停止 这是 难道小黄在第二次进化 叶晨想到这里很快就否定了 毕竟林清玄说过 越到后面突破只会越来越困难 喜龙池是因为机缘 而这丹须镇什么都没有发生 又谈什么进化 突然一道破空之声响彻 夜沉余光一扫 顿时发现一道寒光席卷而来 速度极快 绝云剑 他甚至看到了握着绝云弓 站在远处的崔元 嘴角正露出冰冷的笑容 同时 崔家四将中的其中两人 更是手握大网向着小黄而去 不好 绝云剑和大网都是针对小黄的 崔家要拿下小黄 夜沉反应过来 用尽立即怒吼道 小黄快走 但是此刻的小黄 根本没有一丝反应 他的身躯依然在扩大 身上的红光越发耀眼 绝云剑速度太快了 眨眼之间就要落在小黄的身上 而那携带着巨网 逼近的两人 已经单手失觉 惊血逼出 巨网抛出 遮天蔽日 向着小黄笼罩而去 夜沉绝对不会让小黄受伤 他咬紧牙关 强忍住身体的疼痛 手指动了 斩龙问天剑 更是飞在了夜沉的手上 他紧握长剑 刚想动手 小黄传来一声惊天授吼 顿时整个大地颤抖了起来 无边的气浪 向着四面八方溢出 小黄那硕大的身躯 猛然一转 妖艳的红色瞳孔 突然凝视着绝云剑 这个眼神极其冷静 甚至可以说是弹幕 而下一秒 绝云剑居然停住了 剑身之上 蕴含的力量轰然消失 甚至渐渐的开始弯曲 最后 啪哒一声 绝云剑落在了地上 远处的崔元 自然见到了这一幕 他的身躯 瞬间变得僵硬 以他的力量和真气 释放的绝云剑 竟然被那畜生一个眼神挡住了 这也太惊世害俗了吧 突然 他目光看向崔家四将 激动到 快回来 快 但为时已晚 小黄抬起头 四脚弯曲 整个身子竟然腾空起来 周身的红光越发渗人 当巨网落下 他的手掌出现了锋利的爪子 爪子直接撕开巨网 就连里面的阵法也彻底崩塌 他们两人根本不是现在小黄的对手啊 小黄传来一声怒吼 仿佛踏空 急速向着那两个控制巨网的人而去 隋家四将的那两人 自然感受到了危机 第一时间想要跑 却发现根本来不及了 一头威风凛凛的凶兽 直接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锯嘴一张 凶力之气彻底爆发 直接咬住 小黄此刻的状态有多么恐怖啊 獠牙冰冷至极 无法阻挡 那两人本想用本命手段挣扎 却发现根本没有用 两人当场化为一片血雾 小黄稳稳地落在地上 獠牙之上沾着鲜血 一同突然射向了崔元 突然身子动了 急速向着崔元方向掠去 小黄每踏出一步 地面就出现一道深深的脚印 脚印周围齐齐出现一道裂缝 看到如此画面 叶辰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他不曾想过 小黄竟然有如此霸气的一面 如果真是如此 那他完全可以借助小黄碾压一切啊 而此刻 小黄距离崔元不过几十米 他的一同极其冰冷 极其湿血 他体内上骨凶兽的暴力质感 彻底激发出来 这代价很大 但是你不该动他 他对我很重要 极其重要 淡漠的声音响起 很轻 没有任何温度 突然小黄动了 他的后腿弯曲 地面竟然凹陷开来 而后骤然爆发 身子足足跨越十几米之高 然后巨大的掌印 仿佛撕裂面前的一切空气 向着崔元狠狠拍下 这一掌承载着小黄的无尽愤怒 这一掌仿佛要让空间崩裂 崔元根本想不到小黄会来追杀自己 他彻底慌神了 面对这种不知来历的强大凶兽 他下意识地想要逃跑 除了逃跑 他还能做什么 硬扛 他拿什么硬扛吗 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呀 但是崔元还未走几步 却是发现自己的身躯 仿佛被一双眼睛锁定 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而来 他的双脚仿佛灌了中签一般 不能移动分毫 他的脸色惨白到极致 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在丹须镇会有这么狼狈的一天 难道自己最终的宿命便是死在这么一头畜生手里吗 那也太憋屈了 他再也顾不上一切 森寒的武器抽出 凝聚丹田全部力量 以及批出 清脆之声响起 他竟然发现他的武器直接碎裂 他的双腿更是开始下沉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他甚至能听到身体中的骨骼再次锻炼 一口鲜血吐出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艰难的吐出了几个字 随后想到了什么 从腰间取出一块玉佩 又是一口鲜血喷在了玉佩之上 玉佩光芒闪烁 瞬间一道苍老的虚影形成 这是崔家先祖之力 也是崔元最大的底牌 那苍老的虚影死死的盯着小黄 冷哼一声 我崔家后辈 你一个畜生也敢动手 找死 虚影一直点出 一尊虚顶形成 更是向着小黄砸去 却是硬生生的将小黄砸退了好几步 小黄死死的盯着虚影 红色的瞳孔突然射出一道光芒 那崔家先祖的虚影 仿佛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刚想说话 却是被红色光芒穿透 彻底消散 不过小黄也不好受 眼眸争宁 他刚想向着崔元而去 却是发现苍穹之上 几位先锋盗骨 穿着盗袍的老者 正在急速掠来 这些人实力极其危险 至少远远超过了崔元 小黄冷哼一声 崔家 再等几天 我亲自和主人杀上门 说完 他那红色符文的瞳孔中 古老的文字旋转 崔元对视的瞬间 竟然发现大脑一片空白 然后他的身躯 直接倒在了地上 陷入昏迷 而小黄转身 向着夜晨狂奔而去 来到夜晨的身边 直接咬住夜晨的休闲服 轻轻一扔 便把受伤的夜晨 叼在了后背之上 夜晨刚想说话 小黄便开口道 我这样的状态 维持不了多久 等进入丹须塔再说 雨落 急速狂暴 生死失速 滚滚烟尘而动 仿佛是沙尘暴降临 十秒时间 小黄便带着夜晨 来到了丹须塔入口 脚步停下 小黄直接粗暴的 将夜晨丢下 随后鸿芒闪烁 身躯竟然不断缩小 最后恢复了原状 快 进入丹须塔 后面的几人极其危险 我无法动手 丹须塔是最安全的 快 夜晨知道事情的严肃性 一把抱起小黄 便是向着丹须塔而去 但是很快 他发现丹须塔的门 竟然封印了 不光如此 就连那两个守门的老头 也不见了 这里难道发生什么了 而与此同时 几位先锋道鼓的老者 缓缓落下 他们身上穿着道袍 道袍的背后 有着丹须塔的图案 道袍在风中飘舞 身上的气息飘渺而神秘 他们镇守此地 已经千年之久 他们的使命便是保护这里 毕竟丹须塔是上古之物 被无数势力亏损 若没有人镇守 估计早就被暗处的 贪婪者掠夺了 而就在刚刚 他们在此地 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波动 波动尤为剧烈 说明有不属于 这里的力量产生 当降临于此 看到这几具尸体 几位丹须塔镇守者 竟然面色大变 如果我没记错 此人应该是 崔家现任家主吧 还有 另外陨落的四位 应该是崔家四将 怎么如此惨样 莫非真的有 外面的强者出现了 他们的目光 向着丹须塔射去 隐隐有些担忧 千年以来 无人感动丹须塔 但是不代表和平 眼下崔家出事 极有可能再释放一个信号 其中一位丹须塔镇守者 来到了崔元的面前 手指在鼻尖一探 感觉到呼吸的存在 随后 一直点在了眉心之上 一道圣洁的光芒 包裹崔元的全身 突然 崔元睁开眼眸 更是大口的喘息 当看到面前的老者 他连忙拱拱手 南轩真人 您怎么降临于此 崔元拜见南轩真人 南轩真人没有任何波动 一袖一挥直接道 李树就不必了 我只想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 崔元连忙解释道 南轩真人 我的孩子崔瑞成 被一个外来修炼者劫持 更是重伤 我和崔家四将 将那人逼于此地 南轩真人打断道 对方只有一个人 不过能将你们伤成这样的 恐怕也是道圆境强者吧 崔元猛地摇头 伤我们的不是那小子 而是 突然 崔元面容扭曲 他甚至双手抱住了头 极其难受 他发现 他根本想不起 刚才发生了什么 就好像一段记忆 彻底消失了 而是什么 南轩真人 皱着眉头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